董老师刚看到的是 昨天晚上CNBC的专题分析报道 特别提及要帮助台湾脱钩中国的市场 同时在科技的战争上面 美国越打越凶 是的 关于美国要怎么样的帮助台湾 支持台湾 就是说除了这个 这个军事上的支持跟帮助之外呢 美国现在有另外一种意见 就是在贸易 尤其是在贸易协定上 要帮助台湾 要帮助台湾 让台湾的供应链 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 其实美国已经注意到了 就两岸之间的这个贸易依赖 台湾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贸易依赖 百分之四十嘛 那美国就应该呢 跟台湾签订这个贸易协定 协助把这个贸易 百分之四十对中国的依赖的 这个经贸关系 把它转移到其他的国家去 所以呢 美国呢 不但对这个中国要有军事上的 威责战略 也要有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威责战略 好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最大的风险 刚才那个记者就提出来 最大的风险就是台湾 是晶片的供应商嘛 供应全球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先进半导体晶片 那台湾在十奈米以下的这个晶片的方面呢 是领先于美国两到三代 他们 美国应该是说都看得很清楚 好的 其实美国拜登政府已经在做了 只不过脚步要加快 那谈到这个供应链的多样化去风险化 刚好就在五月二十一号这一天 也就是G7广岛协议的最后一天 这个中国的这个网信办宣布了制裁 美国的这个美光的产品 那中国方面的公布是说呢 由于美光的产品存在着所谓的安全隐患 会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所以呢 未来禁止购买美光的产品 不过中国方面没有详细的说明 所谓的安全隐患到底是什么 所以一般现在的国际社会都认为 包括美国也这么认为 这就是纯粹的在报复 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科技限制 那对这件事情呢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他是表达了严重的关切 而且认为说中共的做法呢 其实呢 跟他承诺要建立一个透明的 开放的市场经营环境 是违背的嘛 这是美国国务院 那美国参议院 多数党的领袖 这个舒默 他是说 这个中国政府对美光 所采取的行动 不是基于事实 所以说 这就是典型的经济胁迫 那么美国国会 将会跟拜登政府 密切的合作 未来会跟美国的企业界 会跟美国的盟邦 还有伙伴们 来共同团结一起 来共同应对 这起这个经济胁迫 共和党就强硬多了 共和党众议院 这个中国委员会的 这个主席盖拉格 他就直接讲 他说不能容忍 这个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胁迫 所以说主张 立刻把这个 中国的藏心存储 把它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 就立刻报复就对了 那藏心存储 是这个中国最大的DM 这个DRAM 的这个制造大厂 那还有另外一家呢 就是藏江存储呢 原来藏江存储 在去年年底 就已经被美国拜登政府 给制裁了嘛 好 其实呢 这次的这个G7的 广岛会议里面呢 关于如何因应 中国的经济胁迫 本来就是会议的主题之一啊 那经济安全这一次呢 成为G7会议的 重要的议题 那所谓的去风险化 供应链的这个多元化 就是可以说 充斥了整个会议 变成主题 其实美国就是在要求 其他国家 协同一致的 中断 或是封锁 对中国的 包括半导体方面的 高科技输入嘛 美国就是要求 大家都不要卖嘛 所以中国知道这件事情呢 因此呢 所以说中国呢 他才会在这个G7的 这个最后一天呢 宣布了他制裁美光 那美国的纽约时报 他其实有进行这个分析 他认为中国挑这一天 G7会议结束了这一天 宣布了对美国的这个制裁呢 他有非常重要的两个含义 第一个就是要分化盟友 分化美国的盟友 第二个呢 其实呢 这展现了中国在未来的这个 所谓的晶片的供应链上面 他有一个新的策略 什么新的策略呢 就借着制裁美国的厂商 空出一块空间 然后用这一块空间 第一个培养中国的厂商嘛 第二个也可以向美国的这个盟友 招手嘛 像美国的盟友 哪个盟友招手呢 当然就是韩国嘛 大家都知道 美光的这个产品呢 可取代性 包括韩国 当然也包括台湾 韩国为主啦 所以说呢 三星跟SK海力士 就等着收割 美光的客户嘛 那美光 在中国的收入 去年啊 占美光这个企业的总体的10% 总数是33亿美金 所以看起来 这个33亿美金 未来会不会就掉入 这个韩国厂商的这个手里面嘛 那从这个事情看了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中国跟美国 现在在晶片供应链上面 正在拔河 拔谁 就是拔韩国嘛 不过看起来 这个中国想要拉走韩国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就讲晶片好了 因为我们注意到 这次机身本会议的前一天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他的首相官邸里面 举办了一个 全球这个晶片 半导体制造商的机身本会议 七家最大的厂商 里面也包括三星嘛 在那个岸田文雄首相的官邸里面 讨论什么事情 讨论的就是 未来民主国家的有岸外包 共同加速跟中国的脱钩 所以看起来至少三星呢 也在这个阵线上面 所以就看未来韩国的这个 三星也好啦 SK海力士也好啦 看他未来的选择吧 那这个赖老师 事实上美国在G7之后呢 跟中国之间的零零种种的战争 事实上也有全面扩大的现象 对就在这次G7的会议的时候 实际上可以看到一点 就是说在他的这个他的声明里面 特别是针对中国 有非常全面性的一个描述 那这个描述基本上可以看到 就是从现在开始 大概整个世界对于中国的那个政策 特别美日欧澳等等 已经在这边进行了一个整合 那现在在这一次 我们可以看到在G7的会议里面 有些部分欧盟他对中国战略里面所用的语言 被移用到这次的G7会议里面 那是例如说在经济上面 开始不讲这个脱钩 但是讲是要脱风险化 等等像这样 但另外一点 如果从这边来看的话 就变成说在G7这次会议里面 既然是有这样进行的 对中战略的整体的一个国际整合 所以说就变成我们要看到 以后很有可能在这样 类似对中的做法里面 美国 日本 欧盟等等 他们对中国的那个做法 它的趋同性以及合作性 会变得越来越高 过去我们所看到说 中国想要去分化 例如说美国 欧盟 或者日本 美国等等这样的企图 它的难度会变得越来越高 那其中一点就很有趣 就是说在这经济安全上面 这一次是G7会议里面 很新加的一个题目 而且因为日本 它是G7的主办国 所以日本它在这边 是力推那个经济安全 那它的经济安保 所以说包括像供应链安全 等等这些议题 在这次里面实际上是 变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比较有趣就是说 在这次G7会议结束之后 中国马上跑去制裁 什么美光 对不对 然后美光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中国它比较有趣 它是有网信办 但是如果说我们记得 2020年的时候 中国它是什么 商务部有所谓的 不可靠的实体清单 就到现在它不是用这个东西 它是用网信办 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理由 那其实在这边就发现说 不是说它制裁美光的问题 而是说 它为什么才有 不同的方式在处理呢 为什么有些公司 它不敢去做 那很明显就反而是 凸显了中国自己本身 它别的公司不敢去制裁 表示说它对他们 依赖太深嘛 所以它对美光 它在这个地方 美光对中国的那个 就10%在中国的市场 但是表示说美光 实际上也没有 那个被它挾持 到什么样的程度 而且更有趣 美光在全世界 最大投资的地方在哪里 在台湾啊 那像刚才在影片里面 讲到那个 Boisley State University 它在这个之前 还有派人到台湾来这边 进行双方合作的学习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议题 它在制裁美光 其实某种程度 固然一方面是 中国选一个 它可以制裁 又不会上它自己太多的地方 但是面对包括说 G7里面以后出来的 对中国的经济安保的 这样的一个议题 开始慢慢在出现了 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态势 所以说它也必须要表示态度 那找了一个美光 那刚好美光 全世界投资最多地方在台湾 那也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顺便打打台湾的这样的味道 那回过头来就讲到说 我们刚刚讲到中国的这个 就是G7 它的经济安全比重来增加 然后导致就是说 中国它在后来 它必须要做某些的姿态 然后来想要进行制裁 当然在这边美国和欧洲 虽然说他们同样都是在 那个去风险化 但是实际上 他们在这个议题里面 面对中国的制裁 双方之间美欧的 它这个立场 这样站的是比较接近的 那另外就是说 中国自己本身 它有什么样的筹码呢 有很多人在讲说 中国自己市场很大 但实际上 大家现在很多的估计是说 中国自己本身经济的前途 并不看好 不管是说 在那个今年 几乎多数的这经济机构 不要讲说是今年 因为中国从疫情复苏 但感觉他的力道不如预期之外 另外基本上对中国的 那经济的长期 看起来是都是非常的暗淡 那不要 那当然中国自己内部 现在很多的数据都出来 包括说 他的地方的省市 是付不出他公务员的薪水 然后他的这个老师 那个没有钱等等 然后甚至习近平很生气说 不能再讲地摊经济 实际上还是需要地摊经济 像这样的问题 那所以说现在来看 就是中国自己本身筹码 其实并不多 再加上在这个时候 很多国际的这个投资 也想要离开中国 那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状况 可以看到就是说 现在国际上面对于中国 他的这个态度变得更为一致 但是呢 相对来讲 中国是不是有办法来 进行有效的反制呢 反而感觉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稍后回来 而且月中事实上 昨天晚上 日本宣布23项半导体设备 直接限制出口管制 这一个中国 确实对于中国来讲 是非常具有高度杀伤力 确实这个23项的这个禁令呢 其实早在3月份就已经先宣告了 正式的明确的告诉你说 我7月23号就要实施了 那还不止这样子 就大家仔细看这个内容 哇不得了 这个范围比之前公告的还要更广 而且还要更严格 那我们先就日本的影响来说 这个公告之后呢 日本股市就首当其冲 因为确实很多日本厂商 过去对于中国市场还蛮依赖的 比如说最指标的东京威力科创 昨天股市都大跌 可是大家特别注意到 今天东京威力科创的股价是上涨的 然后呢日股 昨天今天虽然连两天下跌 可是的跌幅其实连一趴都不到 而且要知道在这两天之前 日本股市是连涨了八天 所以两天的小小回档 其实表示说对日本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好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讯息之后呢 我们再看到中国的反应 中国其实就紧张了 因为呢这二十三项禁令当中 还有包含的日本最厉害的 十家做半导理设备的 除了我们刚刚说东京威力科创之外 还有尼控等等 以后这十家公司的相关产品要出口 要日本政府同意 好那日本呢 其实也是有怕得罪中国啦 就说哎呀我这个禁令 其实没有说针对你中国嘛 我是全世界都统一试用 可是站在中国里面 你这越说越此地无垠三百两 你本来就是冲着我的嘛 你说可以允许 可是其他国家都允许 你就是不允许输我这边 那当然对我的影响就会很大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东京威力科创 他去年呢在中国他的营收 其实占了大概百分之二十四 他本来预估今年还可以成长到三成 现在一个禁令下来 我们都以为可能冲击很大 就我们刚刚说的 可是他今天股市是上涨的哦 好那这一次日本的禁令 大概包含了哪些 除了我们刚刚说这前十大的公司 他这个未来出口都要经过美国 日本政府允许之外呢 我们仔细再看这个内容的部分 日本这一次为什么中国这么紧张 因为我们对应看到 美国对中国的禁令 只告诉你十六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 不可以到设备不可以到中国去 可是日本居然是四十五奈米啊 我觉得如果真的四十五奈米 以下的通通不能进 真的大家之前在开玩笑说的 要把中国打回石器时代 我看是越来越有可能的 好那再来还有就是 刚刚在提到的 董老师提到说打美光 好那打美光日本的 美国的 抱歉中国原本的想法是 反正我有替代 我有长江存储 我有长新存储 然后韩国的海力士跟三星 原本跟我还蛮麻吉的 都可以持续供货给我 可是再看到日本 这次的禁令里面 其中我注意到一项 他对于3D记忆体 四颗设备的部分 也禁止输出的 很抱歉 就直接踩到你长江存储 你长江存储 现在就非常依赖这个东西 那我现在这个东西 不准输你日本 我看你长江存储 我还活不活得下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 那如果再看到荷兰的部分 荷兰的部分 我们就比较清楚 就是从原本最高阶的EUV 这个极止外光设备 不能输出 那现在DUV也都不能去了 那我们再看到美国的部分 那美国的部分 我们刚刚讲 基本上就逻辑制程的IC的部分 是16米以下的相关设备 是不能输出的 那在NetFlash的部分 是128成以上的部分的相关设备 不能 那DUV的部分 是18奈米以下的不能出 还有一个附带的 也是我们以前节目讨论过的 就是美国提到了 如果是我的公民 或者是我的法人 你在协助中国去开发 或者是生产高阶晶片的话 请拍谁 我把你的美国公民身份给取掉 拿掉 哇这个当然就挫练蛋了 尤其是很多的华语 取得美国国籍的 又回到中国去工作这些人 当然就很紧张了 好 所以呢 这个效应一出来的话 我们直接看到就是很多 这些半导体 或是科技公司的大头 大家开始就要选边站了 所以我们看到 光今年以来 包含了苹果的库克 那Google的执行长皮嘉 然后呢 OpenAI的执行长奥特曼 然后呢 Intel的执行长基辛格 甚至连股城的巴菲特 今年都去造访日本 目的就很清楚了嘛 我就是准备要加码投资日本 所以呢 我们直接看到的 最近日本股市 或是你可以说 今年以来的日本股市 真的是全世界前几夯的 那以直接的数字来看 他告诉你 日股创了33年新高 33年前就是日本 这开始泡沫经济的时候 那再看到实际的经济的GDP的部分 去年日本经济成长是1.1% 今年第一季 哎 跳升到1.6了 所以今年的经济 其实会更好的 那大家更关心的是 日本过去长时间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通缩 但是现在日本告诉你 我已经没有通缩的问题 以四月份的CPI来说 已经来到3.5% 那甚至我查了一下 他已经连续13个月超过2%的CPI成长率 都在告诉你 其实我已经没有这个问题 那更具体的 我们看到日本的出口数据 他已经连续26个月成长 不要小看这个数字 台湾跟韩国 我们最近的出口都在衰退 可是日本即便是四月份 他都成长了2.6% 就在告诉你 日本真的是站起来了 那所以我们再看到美光的部分 之前也提到说 美光这个被中国封杀 没关系 我就前进日本 那我们在上礼拜其实也提过 我们再进一步去看 美光其实在日本过去十年来 已经投资了130亿美金 那现在又再继续加码 以这一次来说 又加码了36亿美金 刚刚董老师也提到 之前这个七大科技公司的高峰会 就在告诉你说 我这些科技公司 我通通都要去投资日本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美光之外 你包含了台积电 甚至刘德英董事长 他其实在日本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就已经明说还不是暗示的 就明说如果日本政府 愿意再持续补贴的话 我要盖第二座厂 而且是更高制成的 那其他的像Intel 像三星 像甚至美商印材 IBM 乃至于这个我们在上礼拜 也提过的比利时的 这个微电子研究中心 都要在日本设计点 所以这一波 日本的股市也好 到经济也好 当然是非常的受费 所以除了这个股市大涨之外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资金 开始涌进日本 所以以日本股市的 现在的总市值来说 已经来到5.8兆美金 那虽然以总值来说 还是没有上海来得多 可是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字 就是过去这一两年以来 所增加的投资的 新增的投资 或者是对股市 所造成的市值的增加 其实是中国股市的两倍 所以你就知道 日本股市真的是 非常非常夯好 如果你再进一步去看到 外人直接投资 我们再看到 最常看到的实质投资 这个数字FDI 其实日本也创了 十年来的新高 所以反映在日股 今年到目前为止 它的涨幅是全世界 前三大的 第三高的 那就仅次于 希腊跟爱尔兰 这两个市场 那而且这一波带动 日本股市的 除了第一波的 我们前面也讲过的 这个巴菲特 早在2020年就进场之后 现在呢外资也不断的 在加码日本股市 所以以单月买超来说 外资居然创了新高 虽然指数还没有创历史新高 但是外资的买超是创了新高 好那所以呢 现在大家都还是在担心 一件事情就是 日本真的没有通缩了吗 我们再看到 就媒体所统计的 日本的家庭 对未来日本的物价上涨 在如果你在看到 早几年前 基本上没有人会认为 日本会有持续通缩的问题 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 会有通膨的问题 好那所以呢 再反映到一件事情就是 你看到制造业也好 各个产业也好 开始在日本加码做建设 所以呢 我们看到一个数字 就是整个建筑业的订单 创了新高 那最大原因就是 以前包含日本自己的厂商 我都不想在日本设厂 因为我不看好你嘛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 一大堆的外资都开始 在日本实质投资之外 那日本厂商当然也是 加码自己的建设 所以回到大家很关心 那日本到底值不值得投资呢 即便你不要觉得 日本日股持续在创新高了 但是对比两个数字 第一个我们看到 股价净值比 它相较于美国 相较于欧洲来说 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另外一方面代表企业的 获利能力的部分 日本的企业的殖利率 还比美国高上一截 所以日本未来 真的还有很大的机会 好我们稍后回来 好月中刚看到 NVIDIA大股票盘后大涨 20多个百分点 接近三成 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新闻影片里面 这个分析师的这些说明 有人讲的比他还更夸张 说辉达这一次的财测 还不是财报 财测指的是 接下来的情况是史上最狂 而且大家都会想说 AI这么热 会不会又像之前的 DOTCOM泡沫 你都说说而已吗 实际上你真的有换成营收吗 来回答直接告诉你 我是来真的 而且我的营收 真的就是成长给你看 好先生 已经结束的 这个Q1的这个营收来说 虽然他的营收还是衰退13% 可是比分析师的预测 其实还要好 非常非常的多 那更重要的是第二季的财测 就是接下来要告诉你 我会计增33% 而且听清楚毛利率70% 有人说比卖水还好赚 你要知道台积电最高峰 他的毛利率也了不起50几% 从来没有到60% 结果这个NVIDIA跟你说 我的毛利是70% 真的是比卖水还好赚 这真的是超夸张 所以你大概刚画面里面可以看到的 盘后他的股价一直在狂涨 最多曾经涨30% 所以搭玉估 要不了多久 辉达将是美国第五家市值破兆的公司 大家不要看今天凌晨收盘才7500多亿美金 那是因为还没有把盘后算进去 所以如果把盘后的涨幅再算进去 如果在接下来几天 如果持续涨的话 他应该有可能这个礼拜或下礼拜就要破兆了 所以不要怀疑 那辉达自己说的财测都还算是保守 如果你在看到路行之讲的就更夸张了 你都知道路行之是非常知名的这个半导体分析师 他对辉达的看法更好 而且他就直接说了 以前台湾是一颗苹果救了台湾或救了台积电 他告诉你现在是一颗GPU救台积电 甚至救了台湾 那怎么说呢 真的是这样台积电今天又大涨 没错就是因为昨天辉达大涨 那辉达的单基本上都在台积电 因为没有别人会做 所以昨天台积电的ADR就就在美股就大涨 所以带动今天台积电大涨 所以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创了一年多来新高 而且这个路行之讲话很不客气 他还酸了Intel 他没有直接摆明说是Intel 但是他就说那个很爱吹牛 又喜欢挤牙膏的这家公司 他第一季的 如果只看这个数据中心的晶片的话 其实辉达已经超越它了 换句话说就数据中心晶片来说 辉达已经是市场上的龙头了 再来就是成长了这么多 那谁会得利 那当然就是台积电 而且原本NVIDIA在台积电的下单 但是以7奈米为主 接下来会转到4奈米的部分 所以呢整个营收的蛋会带动台积电 然后再来路行之也说 现在唯一要担心的是台积电 没有办法把这个NVIDIA的集单给吃下来 因为这个量实在太大了 那所以呢这个路行之也说 接下来呢这个整个NVIDIA的供应链 你就要多去留意了 可是他又说明 NVIDIA供应链你要看清楚 不是所有做伺服器的都好 你要看清楚是AI伺服器 而不是传统的伺服器 因为传统的伺服器是没有放GPU 就是绘图晶片的部分 尤其现在讲的是AI绘图晶片 所以他就说 一台AI伺服器里面要放8颗的这个AIGPU 可是一颗是一万美金 但是传统的伺服器只要放一颗CPU 问题那颗CPU只有一千美金而已 你就知道为什么辉达这么赚钱 那大家一定想说 那除了辉达涨这么多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可以追的 他就说那就是AMD了 所以AMD昨天的股价真的是沾光 盘后其实也大涨了八九% 那今年以来也是涨得快要七成 可是呢路行之就讲得很白了 实力还是差一大截的 所以辉达今年以来 股价已经涨了一百一十几%了 那我们就不多说 那台积电呢 今天也是续涨了 那今年以来已经涨了也快二十% 尤其今天收五百四三块 是一年多来的新高 连带还有台积电的子公司创意 今天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而且之间直接收涨停 已经来到一千三百九十块 因为台湾讲到AI晶片里面 最直接最有关的 其实就是有创意这家公司 那四星K1其实也真的是沾光 今天是只有小涨一点三% 可是他其实也是在股价创历史新高 那接下来就是AI伺服器的部分 包含了伪创技嘉广达 乃至于音业达 今天通通都是大涨 大家要特别注意到的是音业达 音业达今天大涨七点七八% 可是他昨天是被剔除苹果供应链 在过去的经验被苹果供应链剔除的股票是要跌的 结果他今天不但没跌还大涨 因为音业打给你说苹果酸了 一点都不好吃 我现在敢吃NVIDIA更肥 所以他今天大涨给你看 这就是实力的表现 那再看到日本的这个对晶片的管制 这个真的是余波荡漾 那今天最新的这个台经院的这个专家 就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提到 现在这个对中国来说了 14奈米以下的这些晶片 是越来越来越难发展 不只是这样子 还有另外一个不愿意敬余的分析师 就跟我们昨天其实讲法是类似的 就是现在日本真的是比美国更狠 他是全面去封杀中国 因为他的制程是他的这个禁令 是涉及成熟制程 不像美国只砍你高阶制程而已 所以日本这么一砍的话 他现在跟你说 只有跟我友好的42个国家 可以直接出口 其他都要经过我的许可 那所以不在42国家名单当中 当然是中国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号 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 好那再来就是苹果真的也是公 也公布了他最新的新的这个供应链的名单 就台湾来说是新增5家减少5家 那维持45家不变 那中国是新增5家 但是减少了8家 但是还是有49家 是比台湾多的 那另外我们要看到一个数字 就是他总共的据点 原本是190个据点 因为同一家公司 他可能在很多地方都有厂 那现在是变186家 所以专家解读说 这个现象是不是在告诉大家 苹果其实未来的供应链会越来越集中 那再如果再进一步看到这些据点的部分 中国维持有149个据点 因为我们刚刚说 如果以国家的厂商来看 其实没有那么多 但是很多像我们台湾 是富士康基本上都在中国嘛 所以他就会去算这个据点 所以中国有149个 那台湾的部分呢 其实减少了5个据点 只剩40个 那日本是增加3个 变成43个据点 那减少最多的其实是美国 一口气减少了32个据点 那所以对应到到底哪些被加入 哪些被剔除 那台湾新加入的包含的联勇 包含的瑞宜 自身跟华邦店 另外还有一家没有上市的白金科技 可是你看到这些加入 新的供应内的公司当中 这五家当中 除了没有上市的 我们不说 今天涨最多的 其实就是自身的3% 但是对应到今天被剔除的台股 台湾厂呢 包含的齐宏 伊叶达 锦硕 科家还有未上市的台药科之外呢 但是你看到我们刚说出 音乐打大涨之外 齐宏今天也大涨哦 所以被剔除真的是坏事情吗 现在看来未必 最终刚刚看到NVIDIA 昨天晚上市值 几乎要逼近1兆美元哦 所谓黄仁勋逛那个 劳河街夜市的照片哦 看起来真的很感人啊 确实哦 一如前天的盘后的数据哦 昨天就实际反映在 真正的美股的市场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NVIDIA一天之内大涨的24%多 就跟前一天的盘后数据差不多 所以让这个整个NVIDIA的市值呢 从原本的7000多亿 暴增到9300多亿哦 那直接受费的 当然就是老板黄仁勋哦 那黄仁勋他个人持有的股票 大概有8690万股哦 占整个NVIDIA大概3.5% 所以一天之内呢 他的身价上升了65亿美金 核台币大概就是2000亿 那个人的总升价就已经 达到330亿美金 大概就是一兆新台币哦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 华尔街呢预估他的 第二季的营收将会 即增高达50%哦 所以高盛一口气把他的 股价的目标价 从原本的250块钱 大幅提升到550块 或是一倍多哦 那对应到今天凌晨的收盘 379.8 哇那表示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哦 所以回顾到NVIDIA 他在1999年上市的时候呢 因为一上市没多久 就遇到了这个 DOTCOM泡沫了 所以他那时候的公司的股价 只有6亿多美金 对比现在9300多亿 而且未来几天大概很快的 就有机会突破一兆美金 哇这真的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哦 好所以呢大家刚这个民官提到 昨天黄仁勋出现在台北的 饶和夜市 哇被这个网友捕捉到 这当然非常非常明显了 因为台湾这么热 结果他穿黑色皮衣 那个白头发 而且我要补充说明 他手上提着那个麻花卷 对 麻花卷那个饼干哦 大概100块就有了 对 你看看你有五兆美元身价 也是这样子而已 不会他是台湾出生 台南出生的这个台湾地址哦 所以呢 喜欢逛夜市哦 那有网友打去说 如果他今天呢 拿的是某家这个 上市公司的饮料 可能那家公司的饮料 股价也要大涨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 NVIDIA只要跟谁沾上边 那家公司就股票大涨 那他到底回台湾做什么事情呢 大家都猜猜哦 原来他有两个公开行程 一个就是这个礼拜六要 台大的毕业典礼 要请他演讲 那更重要的就是下礼拜呢 台湾开始资讯月资讯展哦 他准备在Computex做公开的演讲哦 那回到为什么 NVIDIA的股票能够涨这么多呢 那当然除了这个市场 对这个他这一季的营收 会激增大概百分之五十以外呢 最主要是现在大家在讲 真的就是得AI GPU者得天下 因为传统的这些伺服器呢 资料中心的伺服器 未来都会改成装AI GPU的伺服器 我们在昨天节目也讲过 传统的伺服器呢 你大概就只要一颗CPU 大概一千美金就可以搞定 但是未来你因为你要准备做 人工智慧 你就必须要装GPU 那一台AI的伺服器 里面要装八颗的GPU 一颗的价格是一万美金 所以你看到光这些伺服器 预估市场的总 这个带来的商机 大概就是一兆美金 那问题是NVIDIA 现在掌握市场 大概AI晶片 大概八成左右 它不涨不行嘛 因为其他的竞争对手 离他最接近的AMD 都还差他一大截 更不要说Google啊 Intel或者是高通等等 都也在进入这一块 但是短时间之内 都不会对他造成威胁 那刚刚讲到说 只要跟NVIDIA沾上边的 那绝对都是狂涨 那最直接受惠 当然就是我们的 台湾的台积电 所以呢 昨天NVIDIA股价大涨 那台积电的ADR 也不妨多让 昨天也大涨了12% 那ADR的在美国价格 也突破了100美元 那直接就对应到 今天的台股 今天台股也是气势如好 这个台积电的股价 今天也大涨了400多% 4%多 那整体台积电的股价 再来在566块钱 又创了一年多来的新高 那今天整体的大盘呢 真的就是一个台积电 撑住了今天台股的 整个的大盘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关于黄人薛的相关新闻 那再回到美中的问题 那大家都在想说 美中这一波呢 双方都在打消耗战了 就是看谁撑得久嘛 美国觉得你中国 我这样子封杀你 你绝对撑不下去 那中国也是一样的算盘 那到底谁对谁错呢 我们看到这个人 这个裴敏昕 大家可能对他不是那么熟悉 但是你去知道他的身份背景 就知道这是绝对是一号人物 他本身是在中国出生长大 后来到美国去 现在是美裔的这个 华裔华裔的美国学人 他曾经在普里斯顿任教 那也当过卡内基金会的 相关的重要职位 所以他最近就提到说 刚刚提到双方都觉得 你对方迟早会被有消耗战给拖累 可是他觉得最后有可能 中国是错的 那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中国太低估了安全成本 那什么叫做安全成本呢 这北敏昕有解释说 因为中国基于各国家的安全呢 所以常常做各种检查 譬如说最近不是有些这个 企业的咨询公司都被调查了 基本上它都是基于国家的安全嘛 可是你动不动对外资 做这些调查 然后你去打压这些外国企业 你又鼓励人家来 结果你又动不动这样子修理他 那谁要在你那边呢 所以迟早大家都会走 更不要说他在其他国家 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所以陪敏昕认为说 最后中国可能真的会倒大煤 那具体的我们来看到 直接外资就已经开始表态 今年以来外资在中国 真的是骨灰在三四狂杀 就再次的部分呢 光今年前四个月 大卖中国政府工 在高达1710亿美元 那人民币 那中国的股市呢 也创了A股的部分 创了六个月来的新低 那人民币更是再度的扁破期了 所以种种的这些金融业的不好的数字 直接冲击的当然就是中国的金融公司嘛 那更不要说在去年的时候 中国财政部 其实就要求你这些金融业说呢 你们以前薪水都太高了 你给我杀下来嘛 我们现在要共同富裕嘛 虽然很多都说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可是最指标的中金公司 这是中国非常大的 国营的这个金融机构 结果现在传出来 光去年砍薪40% 以前它的薪资是跟高盛跟瑞银同一等级的哦 结果现在一口气砍了四成 那不只是它 另外这个海通证券 也是国营的这个机构呢 现在传出来说 这个本来要发奖金的 结果delay了两个多月 到现在都还没有发 那原因就是因为 它不知道该发多少 我想发多上面说不行 那我要想发少 那员工又有意见 所以就这样子一直拖下去哦 好那再看到呢 刚刚提到了 这个外资在中国 现在越来越难会了 所以呢这个 英国在中国的商会呢 他们就最近做了一个调查 他们认为有七成的 在中国的英国企业认为说 中国未来的这个市场前景 其实是看是悲观的 那如果就中国整个未来的前景 也高达42%是悲观的 所以呢很多的这个英气呢 准备也是要离开了这个中国 那包含了一些 我们之前提到一些很多英气 包含了这大的这个资讯公司 也都被调查嘛 那我想谁想待下去呢 所以呢 以中国跟英国的漫义关系来说 去年两双方的贸易额是1110亿英镑 大概是4.2兆台币 那中国是英国的第四大贸易对手 那这个数字未来很明显的 可能就会减少 因为直接我们看到一个数字 FDI就是外人直接投资 中国今年前四个月 已经减少了3.3% 对中国经济悲观的 还不只是这些人 另外一个也是非常知名的 下马他曾经是这个洛克菲勒中心的这个主席 那也曾经当过这个摩根斯丹利的这个全球策略长 他也就说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的华尔街的这些经济学者 或是这些专家都看好中国的经济 可是他要告诉你其实真的是烂透了 他就举几个具体的数字 譬如说这个信贷的成长率 华尔街都预估今年实际上应该会很高 因为信贷代表如果我觉得经济好 我就去敢敢去借钱嘛 可是如果我不敢借钱 那不是相对的就是觉得经济不好嘛 所以实际的数字出来 比华尔街所预估的整整少了一半 那再来就是这个凯胜荣因 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这个机构呢 被中国调查之后呢 哇这整个外资界就炸锅了 那凯胜荣因以前在做些什么事情 他就是有外商要到中国去做投资 我必须先了解这个市场的相关情况嘛 所以呢就会透过凯胜荣因 找各个领域的专家 帮你做面谈做咨询 那当然对应的他就必须要采取 要取得很多中国的资料 结果中国居然跟你说 哎你这么做 你有窃盾我的机密的嫌疑哦 所以我要去封杀你 哇以前你要去找凯胜荣因 去做这个咨询的话 最便宜一个小时是五百人民币 最贵是一万美金 那这样子一家公司 结果你今天居然对他做这样子的调查 那以后外资谁要进去 你摆明你就是不让我进入这个市场嘛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中国的地方的债务的问题 这也不是新闻了 那现在呢居然传出来昆明 昆明是云南的一个这么大的城市 结果现在呢传出来昆明呢 现在有可能会濒临破产 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一个内部的开会的记录 居然被传出来了 他们是提到说昆明的所谓的这个城投平台 光今年在未来半年之内 大概有两百亿人民币的债务要到 可是问题是他们没有钱啊 没有钱怎么办呢 他就想到说 哎我们就去找上海 因为上海是呢 中国就是有这样子 有点就是哎你这个城市不行 就我们找另外一个大城市帮你 所以上海是昆明的这个所谓的帮扶城市 结果上海跟你说 请不好意思我也自身难保 我没有办法帮你做这件事情啊 所以昆明接下来真的有破产的危机 稍后回来 我们今天聊的是 昨天晚上NVIDIA飙涨 带动相关的概念股 跟着走高 但是止据金融市场现在担心的 仍然是联总会的利率政策 对我们最近呢 先前哦 当然提到市场认为下半年 可能会降息三嘛 可是呢奇怪 怎么过了三周市场情绪批变 我们先来看一下 根据上礼拜呢 公告的 应该说这礼拜来 公告的联总会会议纪要了 其实这些官员 对于到底不要生息这件事情 非常的分歧 有的人认为呢 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先停下来看看 有的人认为通牌很高 需要继续生息 也有人提到银行业的问题 好那我们看到呢 在今天啊 在WALA呢 他也提到说 六月不排除啦 先跳过生息 但是并不代表 仅说周期结束 意思是什么 我可以先停下来看 但是我七月份 也许有可能再继续生息 那到底未来要看什么数据呢 包含今天晚上的PCE 包含呢 在过两周的这个所谓的 非农还有CPI的数据 所以现在市场认为 六月不生息的几率最高 七月有可能生一码 可是生一码的一个概率 也没有到非常的高 所以市场还是对于联总会的政策 正在琢磨不定 那有趣的是到了今年的年末 本来市场呢 大概在一个月前嘛 认为今年年末的利率 应该会来到四到四点二五 现在竟然维持在百分之五上下 所以市场情绪批变 那接下来呢 念完这些就要告诉大家 我认为到底会不会再生 首先我们先看美国的通膨 明目已经降到四点九 核心在五点五 未来明目跟核心会继续降 那如果不只是CPI 包含了在明目的PCE 还有核心PCE的部分 其实你会看到核心是重点 大概都会默默的接近百分之五 甚至往百分之四去 所以这大概都已经是达到了 联准会的一个利率水准之下的一个目标 所以根据蓬勃的预估 到了今年的下半年的第三第四季 通膨的数值大概保持在百分之四 所以我认为以通膨的角度 其实没有再深入的空间 再来包吾在上礼拜提到了说 他认为美国银行业面临了压力 所以这件事情 他列入要不要升起的考量 可是在包吾谈话之后 我们看到这几天 两年期公債子利率一路顶一路顶 已经涨了快要接近两个礼拜的时间 十年期公債子利率也一度来到3.8 这件事情呢 其实这个幅度反弹非常的大 那另外呢 这个面向的反弹 其实也跟短期市场担忧 债务上限的议题有关 我们看这张表非常有趣 里面所有的四条线 通通是一个月期的国库券 差异在哪里 到期日 白色的殖利率现在只有3% 为什么 因为他到期日是在6月1号之前 可是其他人是在6月1号之后 所以利率你看可以从3%到6%多 差异非常的离谱 所以叶伦其实呢 在上礼拜报谈话的前一天 他在闭门会议告诉各个CEO 他说银行可能还有整面的风险 走出来了 开了门之后 大家问他这件事情 他闭口不谈 那我们看联总会最新的 他的一个借钱的这个角度 数据来看 基本上现阶段银行借钱的规模 并没有降低 表示什么 银行还是有问题 那根据呢 这个所谓的标平康股 只做ETF 其实也是在一个下跌的态势 所以除了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M2呢 礼拜四公告的最新数据 也往下走了 整个放贷也开始走平 需求呢 到哪里去了 除了数据面 这个所谓的一个资产面 资金面正在降低之外 基本面也非常惨淡 全球货贵需求 年减百分之七十一百分之 是非常糟糕的数字 那其实呢 这张表里面包含了 我们最常看到了三大航空指数 也包括了在这个 所谓的一个航运报价指数 这都是持续下跌的状态 那主要的一个消费大国呢 中国呢 CPI跟PPI也非常的疲弱 所以整体而言 我们看到美国跟中国 其实都非常弱势 那最后来看美人指数 美人指数最近很反弹 当然除了中国的经济转弱 带动飞美货币转弱之外 也有升起义期的推升 所以我们看到人民币呢 也扁破超过七块钱 当然有机会来往前高去做挑战 亚币其实这几天是走软的 日币昨天还看到140 对因为日元央行 日本央行长也讲了 说现在还是会保持宽重货币政策 所以短线上亚币 还有一些贬值的空间